9月16日 陈寅兴参加了由香港电台第二台举办的新节目 黄金右脑 1 2 3 耶 没错 大家现在已经可以立刻上转到我们的网站 透过我们的网站可以去到CashV 风景里随身听 思想里随身听 怀着万万万高深的结晶 练成时代最难发声 他可以高得要盖炮火星 迷惑你以动呼吸声情 你想有个命以心听 Eason爆料 当初想要学习弹钢琴的出发点 竟然是希望得到女孩子们的青睐 更举出周董的例子让现场报效不已 因为他们弹那个歌 女生都会走到他们身边 我就觉得 应该是个很好认识女生的办法 至少就 这其实有点像现在杰伦的那种感觉 自己很享受 但是女生就会 哇 好厉害 好厉害 在谈到为李克勤写歌时 Eason表示 当时自己很喜欢周董的举花台 从而才会想到 要为克勤创作一首中国风的歌曲 我爸他写的时候 那阵子也听很多 在我脑海 脑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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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里面 就常出现 那个周杰伦的那种 举花台 那个旋律 然后我写的时候就想到 其实 比较有那种小调 那种中国特色的那种旋律 好像 克勤好像 也没有常唱到 所以我就 就想到 用这个 大概用了十五分钟就写了